老头用活人当诱而引森林巨蟒上钩 巨蟒将猎物死死地缠绕住 正要张口吃下时 老头跳下楼 拉起早就不好的陷阱 将活人与巨蟒困在同一个网子里 可蟒蛇太过巨大 在网里挥动着庞大的身躯 剧烈挣扎着 老头举着手中的麻醉枪 始终对不准这条巨蟒 最终困住巨蟒的网滑落 老头见状不妙 爬上扶梯想要逃跑 可巨蟒难能放过他 迅速爬上去狠狠咬住了老头的脖子 将他团团围住 挤碎了他全身的骨头 然后从头顶一吞而下 一块骨头都不剩 老头也毫无挣扎的空间 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老头能有这样的下场 全怪他多行不易避自闭 原来在亚马逊热带雨林最深处 有这样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 他们崇拜蟒蛇 甚至把他们视为守护神 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 对此非常感兴趣 他想把这个部落的习俗拍成纪录片 带回现代文明人的世界 于是他决定带领摄影团队七人 乘马力号前往亚马逊热带雨林最深处 探索这个传说中的神秘部落 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次旅行会付出什么代价 在一个暴风雨的早晨 他们看到一艘搁浅的船 船上有人向他们求助 导演毫不犹豫地命令马力号依靠过去 所以他们成功地救了老人 在谈话中老人得知他们正在寻找神秘的部落 为了报答他们的救命 老人自愿带他们过去 每个人都怀疑凶猛的老人 他们不接受老人的善意 马力号继续朝着目的地前进 但在路上发生了事故 绳子缠绕着螺旋桨 没有办法导演不得不冒险下水割断绳子 这时船上老人的嘴角勾勒出一个奇怪的弧度 似乎在悄悄酿着一些巨大的阴谋 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 导演在水里剧烈挣扎 大家都赶紧跳下去营救 导演上来的时候已经快死了 他们在导演嘴里发现了一只剧毒的黄蜂 当每个人都无助时 老人拿着刀在导演的脖子上开了一个洞 然后把管子插进去 虽然导演暂时脱离了危险 但老人还是建议他们赶紧去医院治疗 老人说他知道附近医院的位置 可以带他们去 于是急于救人的众人 在老人的建议下改变了行道 却不知道自己一步步落入了老人的陷阱 不久之后他们被一道栅栏挡住了 老人看到后从包里拿出两捆煤管 但很快就阻止了老人 觉得赌注是有原因的 但是老人不这么认为 如果他们不炸 他们会再花两天时间 事已至此别无选择 一切准备就绪后 随着一声巨响 栅栏也被炸碎了 但在接下来的一秒钟里 无数令人震惊的蛇从树上掉了下来 每个人都很恐惧 但老人非常兴奋 清理了甲板上的蛇 人们发现只剩下一桶燃料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了河里 老人说这桶燃油完全够了 等回来再想办法 就这样老人驾驶的玛丽豪不知不觉地进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老人是一众人停下来 因为他看到不远处有一艘被遗弃的船 老人猜测船上可能会有燃油 于是他带着长发和小黑悄悄摸了过去 然而老人对这里很熟悉 过了一会儿老人在里面找到了一个神秘的盒子 他和小黑一起把盒子带回船上 临走时他还不忘记提醒长发快点回去 然而当长发想回去时 他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当他刚站起来时 一条突然出现的蟒蛇迅速袭击了他 与此同时他回到船上 小黑发现长发没有跟过来 所以他决定回去找长发 可是找了很久没找到长毛的身影 最后只找到了长毛留下的手电筒 就在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老人把一卷东西扔在大家面前 老人不急不慢地说 长发被蟒蛇吃掉了 蛇皮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阿丽不相信老人的话 他认为长发只是迷路了 所以应该等长发回来后再离开 老人对此表示非常高兴 老人晚上找到了黄毛 他拉拢黄毛活捉巨蟒 因此在巨额刀月的诱惑下 黄毛欣然同意 第二天早上黄毛试图带大家入伙 但遭到了大家的强烈反对 没有人愿意冒险去招惹 这个凶猛的庞然大物 没办法老人见软步行只能来应 就这样在老人的武器镇压下 人们只能听话 这时老人已经架好了吊台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 只欠上钩 过了一会儿水里突然有了反应 然后绳子剧烈晃动 老人欣喜若狂 他赶紧用力收回绳子 过了一会儿一条20米长的巨蟒 出现在大家面前 大家都目瞪口呆 黄毛迅速拿起强光来盖住他 在强光的照射下 蟒蛇挣扎得越来越厉害 最后老人被蟒蛇撞倒在地 蟒蛇也趁机挣脱了钩子 然后沉入水中消失了 被激怒的蟒蛇锁定目标后 迅速向阿力发起攻击 关键时刻老人拿着麻醉枪向蟒蛇射击 蟒蛇疼得尾巴疯狂摇摆 蟒蛇也转过舌头 在关键时刻黄毛及时救了他的女朋友 然而当他上来时 却突然被蟒蛇袭击了 看到这一幕阿力赶紧捡起地上的枪 却被想活捉的老人拦住了 就这样蟒蛇缠着黄毛沉入水中 男友的死让黄毛女友很难过 这时老人却假装为黄毛哀悼 黄毛女友不停地咒骂老人 但老人还是很平静 深夜阿力化妆 他打算用美元击杀老人 于是静止来到老人面前 谎称爱慕老人很久 但他没想到会被他注意到 不过几人还是防了一手 小黑建议把他扔进水里喂蟒蛇 然而阿力不合适宜的圣母心泛滥 所以他们只是把老人绑起来 阿力在老人身上 发现了一张刊登他事迹的报纸 直到那时才知道老人是一个专业的捕蛇人 他以前给导演放毒风 改编路线 甚至去内搜废弃的传拿装备 只是为了实施他捕捉蟒蛇的计划 然而老人的阴谋被揭露了 他却只是平静地承认 遇到这么多事情 几个人也无意再去探索部落 于是决定转身返航 然而在返回的路上 玛丽浩却不慎搁浅 没办法三人只能冒险下河救船 与此同时 船上的黄毛女友正拿着刀 慢慢地向老人走去 他想为男朋友报仇 但没想到被老人跳了起来 双脚缠住了黄毛女友的脖子 就这样黄毛女友与男友双宿双漆 做完这一切后 老人平静地把黄毛女友踢进河里 顺势拿到了小刀 而忙碌在水中的三个人还不知道 就在这时小黑突然看到 不远处的水草在剧烈晃动 他大惊失色 这时巨蟒也露出了水面 在生死存亡之际 卷发及时吸引了巨蟒的注意 但他也成为了巨蟒的攻击目标 卷发尽了最大努力 终于游到了岸边 他急忙爬到岩石上 但蟒蛇仍然追着他 最后卷发无路可爬 他绝望地从瀑布上跳了下来 结果可想而知 就在巨蟒活活勒死卷发的时候 然而就在小黑想爬到船上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 跟着巨蟒向小黑发起攻击 他紧紧地勒住了小黑 在生死关头阿力拿起地上的枪 毫不犹豫地向巨蟒扩动干击 就这样阿力成功杀死了蟒蛇 但这时老人突然出现了 他把阿力打倒在地 然后抢到了枪 看到蟒蛇被杀了 这让他很生气 他把枪对准了小黑 就在关键时刻 从昏迷中醒来的导演 给了他一管麻醉剂 效果很快就发生了 小黑直接用蟒机送到河里 然而他们不知道 麻醉剂很快就掉了下来 玛丽号继续返回 过了一会儿 他们遇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 他们猜测里面可能有燃料 所以阿力和小黑 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仓库 不久他们成功地找到了燃料 但在他们开心之前 老人突然出现了 打晕了他们 当他们从昏迷中醒来时 他们发现他们无法移动 就在这时老人向他们 泼了一桶臭气熏天的不明液体 阿力不断地诅咒他 就这样一切准备就绪后 老人躲了起来 静静地等着蟒蛇上钩 过了一会儿 两人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 似乎看到了什么 让他们害怕的东西 只见一条几十米长的巨蟒 慢慢地向他们爬来 老人看到时机成熟 从天二将迅速观网 就这样老人把巨蟒困在里面 巨蟒在网里激烈地挣扎着 但没过多久 大网就因为受不了破一大口 老人见识不好赶紧跑了 但他还是低估了巨蟒对他的怨恨 就这样巨蟒张开血盆 把老人送进嘴里 与此同时 他们在巨蟒吃饭时正拖了束缚 他们想趁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偷偷溜出去 然而被他注意到的巨蟒 仍然拒绝让他们走 就这样巨蟒追着阿力 阿力被巨蟒逼进烟囱 无路可逃 只能爬上去 这时巨蟒也追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小黑拿着凿子 向巨蟒的尾巴狠狠地凿了下来 这时小黑看到燃料留在地上 想到了办法 他把桶里的燃料倒在地上 然后等待阿力爬出烟囱 迅速点燃器 然后迅速跑出去跳进河里 爆炸声后烟囱变成灰烬 蟒蛇痛苦地哭进水里 挣扎几次沉入 水里没有冻结 但还没等阿力喘口气 没想到巨蟒又突然出现了 幸好小黑一斧子对着脑袋劈了下去 这条巨蟒这下死得透透的了